在五国古代的时候,皇帝作为一国之君,有个三宫六院是十分正常的事情,但是在后宫中,真正是因为爱情结合的却不多,即便是自己最爱的妃子死后,最多也就风光大葬,但是在清朝时期,由于皇帝不是这样,那就是顺治帝,在董俄妃死后,顺治帝直接为其疯狂,顺治皇帝在六岁的时候已经登上了。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,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专严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,情感不顺,诸事繁星,元主可添加,本局是微信26682135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26682135。 在不久的一段时间后,顺治皇帝就被顺治皇帝封为了皇贵妃,虽然诸多大臣都劝阻,但是都没有用,不过自从顺治皇帝成为了皇贵妃, 没有想到的是顺治皇帝对于治理国家也是羽发上心,这样的表现才安抚了很多人,董卧氏也生下一个儿子,可是就在孩子刚刚满三个月的时候却遭遇了意外,而董卧氏随后也病逝,顺治帝因为痛失爱妃,并且选择了出家。